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一集 Z时代的时代来了 读不懂的时代也来了 彭博社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2019年 全球00后人口数将超过千禧一代 达到24 7亿 占世界总人口32% 不过 这届00后和95后们到底喜欢什么 这似乎成了行业里的普遍焦虑 QQ发布的00后使用报告发现 这P00后 有钱又话多 他们被贴上网络原住民 自我意识觉醒一代 创新和独立一代的标签 2019年 又一P00后已经成年 多数95后们也踏入了工作岗位 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考虑到数字原住民们的成长环境 我们似乎需要重新思考00后们的内容消费需求 Z时代用户研究机构 Zibra IQ本月发布报告 2019 Z时代现状 其中提及八大年轻人最喜欢的平台 包括游戏直播 论坛 社区 视频节目等 可以一探00后们的内容消费偏好 2.报告来自于Zibra IQ 你大可将其当成一本了解国外年轻人喜好的参考手册 再结合自身情况 找到发展机会 4.图4 Inger的APP图标已更新 以下文为准 本期目录 Twitch 把看别人玩游戏做成生意的直播平台图一 TikTok 从从Vine到TikTok 借不掉的小视频图三 Inger 去社交化的斗图社区图四 Unfold 社交媒体完美形象打造着图五 Red 聚焦18件的青春剧图六 NTWRK 体验派潮牌视频电商图七 让人意外的是 这份报告里没有列出Snapchat和Instagram 更多是天小众的垂直平台 如果说作为社交一代的80后90后 塑造了各种国民级社交平台如Facebook 微博 微信的今天 那95后00后们则呈现出轻微的反社交倾向 微信们用来维持关系 命名的英语 一贯理才是沙雕又真实的自己 Twitch 把看别人玩游戏做成生意的直播平台 美国体育社区Wizel在今年年初发布一项报告 从边缘到大众 被游戏连接起来的Z世代 在玩游戏这项爱好上 千禧一代的80后和Z世代的95后没有太大差别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社会环境的改变 各大电竞赛事的推广 逐步扭转了大众对游戏的偏见 从国内大受资本青睐 相继上市的虎牙 斗鱼中也能体现 对于Z世代 游戏不只是爱好 尤其对于男生而言 68%的95后男生认为 游戏是自我定位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是社交生活的重要一面 也是进行品牌选择的重要驱动力 而Twitch的出现把看别人玩游戏变成了一门大生意 Twitch发布于2011年 在2014年以接近10亿美元的价格被亚马逊收购 主打游戏直播 有数据显示 Twitch上每月活跃主播达到220万 智活用户1500万 至今使用时长95分钟 平均同时在线100万人 生于社交时代的95后们 对内容娱乐的消费需求 绝不仅仅是建立联系 更需要在娱乐的同时产生互动 Twitch不只有聊游戏 对95后来说 它更像一个因爱好聚集在一起的社区 作为头部游戏直播平台 Twitch已经在游戏之外 横向拓展了大量内容引入名人和外部平台红人 和NBA、NFL等签订独家直播合作 收购社区、开发游戏 因为和YouTube的直接竞争关系 Twitch也在内容上做出延伸 比如电影《精灵宝可梦》、脱口秀、播客、美食节目等内容 Twitch平均同时在线频道 Twitch总在线观看时长 Twitch和同类竞品YouTube、Live Gaming以及其他平台的同时观看人数 对比统计时间截至2018年QE 2018年彭博社一篇报道透露 Twitch CEO希望广告盈利在现有基础上翻倍 达到1亿美元 在亚马逊 Twitch承担着与YouTube抗衡的重任 相较于国内平台重打赏的模式 Twitch的打赏功能反而不占主导 而是花样繁多的订阅方式 老土zza 林胳 cob약 公重队 订阅 随 掬 职 圗